今年特首選舉爆出多宗羅森門事件 例如劉浮山飯局風波 和唐英年爆出雙台軸牌 和出動防暴隊言論等事件 到底誰說謊? 或者可以找他幫忙?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 美國一間大學研發出最新的測方電腦程式 精準度超過八成 比受過專業訓練的測方人員 精準度還要高近兩成 究竟是怎樣測方? 受測試的人先要回答一些 答案非常明顯的題目 電腦就會記錄下他們眼球的移動軌跡 眨眼的頻率等資料 接著就會問一些測方的題目 好像是有沒有偷過東西 如果受測試的人的眼球仍然保持原先的狀態 就代表他們沒有說謊 但若果有稍微的改變 即使是一閃即逝的飄忽眼神 電腦程式都能夠分辨出來 從而推斷當事人是否說謊 研究人員又表示 未來將會擴大眼球資料庫 增加程式的精準度 那麼就跳鎊 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